今天开始又冷气团来袭 气象局则是预报会下炭到14度的低温 这个时候有许多民众会选择在家吃火锅 或者是泡个热水澡抒压一下 但是消防局再三的提醒民众 居家一定要保持通风的现象 才不会让一氧化碳中毒危及到你的神明安全 最近天气不是很稳定气温一路下滑 今天开始又有冷气团来袭 而气象局预报会下炭14度的低温 而这个时候都会有许多民众喜欢在家里面吃火锅 或者是泡个热水澡都是相当舒服 但消防局也提醒民众 每到寒流来袭或者是低温时刻 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民众可要注意居家通风 冬天的时候大家比较冷 所以增加使用锅具热水器的时间都会延长 所以它产生不完全燃烧CO 一氧化碳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蓄积 然后最近大家民众有很多增加气密窗的设施 对所以就是很多蓄积的时候他们会不太清楚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天气冷 大家是比较关窗户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头晕 然后有点像咳嗽感冒他们也没有很注意 消防队表示每到冬天不少居民都会在家里面装有气密窗 为了保暖都会将门窗紧闭 在家里面烹煮食物 使用瓦斯热水器等等都会造成一氧化碳累积在家中的空间 时间一久不知不觉就会有头晕 想呕吐的状况发生 而消防局也提醒这个时候千万要打开门窗先通风 然后就医 热水器在安装的时候呢就是要找合格消防的消防计师 就是安装技师 对然后还有就是要合格的这个热水器的证照 对所以就算是这两个证照都要同时有 安装的时候比较安全 然后在筛选的时候也要就是注意一下 就是你选的热水器是属于室内或室外的热水器 对然后你不要装错地方 像是如果你室外型的热水器装到室内的话 其实就算合格它也是装在不安全的地方 然后也是容易造成一氧化碳续机的问题 消防局表示最常见的就是使用瓦斯热水器 不少民众都不知道都将瓦斯热水器安装在室内 密布通风又没有强制排气装具 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许多案例都是这种状况 而消防局也提醒民众千万要将室内保持通风 并且检查器具是否合格安装在适合的地点 才能够确保安全 记者许端1的全山毛报道